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元旦大遊行當日 在銅鑼灣附近一帶 遭到警察前後包抄大圍捕的市民 已經全數獲釋 警察在凌晨時分指出 當日在銅鑼灣拘捕了286名市民 其中240人獲准保釋 3月下旬須向警方報道 另外46人拘捕獲釋 警察保留檢控權利 案件將郊遊港島總區重案組繼續跟進 在這幾天裡 其實有很多家屬都是奔波勞碌 因為自己的兒子遭到無理的拘捕 所以家長都相當擔心 我截錄了三個母親他們的故事給大家聽 分別是一位黃絲的母親 一位淺藍的母親 以及一位深藍的母親 三種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取態 造就了三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首先第一個要分享的是黃絲的母親 她叫做曾太 她25歲的兒子在銅鑼灣大圍捕當日 被警察拘捕了 她表示當日她也有份參與遊行 跟自己的兒子 後來就跟兒子失戀 直到深夜都找不到她 去到翌朝 警察打電話給她 才知道自己的兒子被人拘捕了 她就知道朋友已經幫她兒子找了義務律師 希望她兒子能盡快保釋 當然目前這一刻已經離開了北角警署 由於她早前跟多名被捕者親友送食物 去到北角警署的時候 就說不准送一些有骨的食物 於是她昨天早上就帶了蛋撻給兒子去醫圖 這名媽媽雖然擔心 但仍然表現非常冷靜 會笑著提起自己的兒子 曾太就說到自己的家庭背景是怎樣 就是作為泰國長大的華僑 自小就已經對於大規模的示威私空見慣 尊重並且支持自己的兒子的想法 她就說到 我們這個年代有什麼未見過 我尊重她的想法 這是她的自由 唯有叫她小心一點 年輕人就是這樣 沒辦法 難道跟她吵架嗎 為何判斷得到這位母親是黃絲呢 正正因為她有份參加這個元旦的大遊行 她在知道自己的兒子被捕之後 不單沒有責怪或批評半句 而且心裡也很支持她 甚至乎為她的兒子來打點一切 幫她買餐 在警署外面守候 其實是非常可憐的 因為這幾晚天氣比較冷 而且要在警署外面等那麼久 是一個長時間的折磨 不單是這位曾太 也有很多被捕者的家屬 在北角警署門外守候 而且還設立了一個臨時的更衣室 為何呢 原來有部份被捕人士在警署內 是被要求換上青衣色灰色衣服 灰色褲和藍色的拖鞋 穿到整個囚犯被放出來 這當然是極具侮辱性 根本就是未審先判 那些警察到底有沒有堅守 普通法裡的無罪假定精神呢 你這班警察勒令被捕者 換上這些灰色灰色褲藍拖鞋 其實是給了外奸市民一個非常差的印象 就是覺得這些已經是囚犯 當然這班警察又有辯駁 他們怎麼說呢 他們就說 因應個別案件的情況 警方或者會檢取被捕人的衣物作調查用途 並且會提供相應保暖和舒適的衣物 就是灰色灰色灰色 給相關的被捕人士 任何人士如果認為警方處理任何事件時受到不合理的對待 可向投訴警察貨作出投訴 投訴警察貨就會考慮相關的證據 按既定的程序公平公正處理 後面那句又是廢話來啦 前面那句就只是告訴你 我要拿你的衣服來作出調查 你亦是無可奈何被迫接受 所以那些市民為何不服氣呢 就是這樣 當然有很多熱心的市民 就捐獻了新衣新褲和新鞋 去到這個北角警署門外 給這些市民 來作出替換 真正做到齊上齊落 值得是鼓掌的 第二個故事就是關於一個淺男的母親 為什麼判別得到這個母親是淺男呢 就是因為雖然 他跟兒子的政見不同 但是當他知道自己的兒子被警察大為捕以後 他基於人性的立場 依然是肯去到警署門外 守候自己的兒子 他被記者發現的時候 他就在那裡猛哭 揭屍底哭 他就猛說 不知怎麼辦 不知怎麼辦 養到他那麼大 那麼 記者慢慢問他的時候 他就回答了 交代自己的背景 他就說自己在大陸來香港 是一位單親的媽媽 獨力養大了兩個兒子 但是自從反送中運動開始以後 自己跟兒子的政見恰好是相反 故此雙方經歷了無數的爭吵 兒子自此也不再跟他說話 令到原本是溫馨的家 變得非常冷冰冰 他就說到自己的兒子是19歲 正在就讀高級文憑的課程 平時也會外出上班 半功讀這樣幫補加計 還大讚自己的兒子 以前 就是很聽話很乖的 說以前 自從這個反送中運動以後 他就說自己的兒子受到蓬佩的影響 去參加遊行 就遭到警察拘捕了 他就說 不管你們的訴求是什麼都好 我不想自己的兒子參加 哪些黑白是非都分不清 心智又未成熟 我不想做偉大的人 只是想做小市民 什麼都不想理 他就形容自己非常之心痛 說自己不想理香港政府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要奉公守法 他就不想兒子做一些不守法的事 不想自己的兒子人生有污點 有案底 其實從這個母親的言論就已經反映得出 他是完全不理解 不接納他自己的兒子的想法 所以政見真是南緣北徹 擺明他是一個藍絲來的 但是他依然妄想可以在這個社會當中獨善其身 大家回想一下 我也有提及過這宗消息 有些藍絲站在那裡 翹起雙手 吃花生 看戲 看熱鬧 一樣是被警察拘捕了回去 大維捕 大維捕不論顏色 不分政見 黃藍橙綠紅都好 甚麼都拉回去 根本上就沒有一個空間和機會 讓你置身事外 而且那些藍絲或中立人 經常強調一件事 就說我甚麼都不想你 總之不要燒到我那一疊就可以了 但是他們又反對別人去抗爭 這些就是非常自私的想法 有時候他們又不想 你不去找政治 政治都會走來敲門找你 其實這位母親的言論 都是充滿著矛盾 一方面他就批評他的兒子和他的朋友 是心智未成熟 而且甚麼是是非黑白都未分得清 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提及到自己甚麼都不想你 特區政府有甚麼問題 他都是致虐網民的 到底誰才是心智不成熟 誰才是對於黑白是非都未分得清 既然你甚麼都不想你的時候 甚麼都不理 你怎知道甚麼是是非黑白呢 顯然這種就是非常之情緒主導所得出的結論 純粹反對那些年輕人出來抗爭 不過這個母親起碼還有一個基本人性 就是願意去探望自己的兒子 願意幫他保釋 接下來就是第三個母親 他是一個深藍的母親 怎樣判別得到這個母親是深藍呢 我讀出他在一個撐警群組裏面的留言 大家就會理解了 他是這樣說的 這次終於輪到我的兒子出事了 今天終於被人拘捕了 我又生氣又擔心 但是我也要心腸硬 因為知道他出去的時候 已經告訴他 如果他被人拘捕了 我是不會去擔保他的 讓他知道做蟑螂的效果 也讓他明白警察不是他那些黃絲朋友說的 我自問不是一個好的媽媽 但是我也想他好的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但是我身邊只有我爸爸媽媽明白我 我想我的黃絲朋友知道我的兒子被人拘捕了 一定很開心 因為我一直都去罵他們 但是我只是很想大聲說一句 就算今天我的兒子被人拘捕了 我仍然會支持警察嚴正執法 支持守法治 我說完後大家都清楚明白了 這個顯然就是深藍的母親 大家看得出他簡直上 就是正如他自己說的 是鐵石心腸 而且還是不分是非 心腸歹毒 我想請問為什麼他可以判別得到 他的黃絲朋友知道他的兒子被拘捕了 就會一定很開心 為什麼會有一種這麼刻心的想法 為什麼會判定得到他的朋友是會幸災樂禍 是會落井下石呢 完全是沒有理據的 對不對 完全是離譜的這種想法 如果他的黃絲朋友知道他的兒子是手足 然後被人拘捕了 一定是不會感到開心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離譜的 完全是沒有證沒有據的 這樣也說得出的 你作為一個母親也是不稱職的 而且自己的兒子被人拘捕了 竟然間你也不去探望他 竟然間你也說要拒絕幫他做擔保的 是不是非常離譜呢 政見不同是一時的 但是做人父母是一世的 而且你不要忘記就是這一世了 就算人類是有來勢也好 都未必有這樣的機遇 是被你遇上同一個子女 為什麼你不基於人道的立場 好好地來珍惜自己的子女 就是做個擔保而已 是不是 用不用說這些話 還要繼續撐警 繼續嚴正執法 這些根本上是過份極端了 是不是 當然後來他有在自己的留言中說的 他就說多謝大家支持 剛剛他的兒子就放回來了 他只不過就被人抄下了身份證而已 他就已經再一次過罵了他的兒子和女兒 也是解釋了 唯有讓他們懂得想 不要再想歪 這些男私母親 實在是非常難溝通 是不是 根本上就沒有想過怎樣跟自己的子女作出良性的對話 反而就將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取代 凌駕在自己的子女身上 甚至乎凌駕人性 還有什麼好說呢 以上就是三個母親的故事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有所得著 有所悲意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